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徐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渡入海 并且被载入了史册 徐福 自军防 骑地狼牙人 也就是金江苏干瑜 他是秦朝著名的方氏 博学多才 通晓医学 天文 航海等学科 而且他同情百姓 乐于助人 故在沿海一带民众中名望颇高 徐福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 学壁谷以及修仙 兼通气功武术 他出山的时候 是秦始皇登基前后 李斯的时代 后来被秦始皇派遣出海 采仙药 最后却一去不返 杳无音讯 乡亲们为纪念这位好心的名医 把他出生的村庄 改为徐福村 并在村北建了一座徐福庙 至今其故里还流传着徐福率同南童女浮海东渡之事 在说徐福东渡下落之前 下面先简述一下徐福为始皇帝出海寻觅仙药的起因和经过 在公元前219年 也就是秦始皇28年 秦始皇第二次出巡 大队人马在泰山峰上课时 又浩浩荡荡前往渤海 抵达海边之时 秦始皇登上知府岛 纵情鸟看海天景色 只见云海之间 山川人物时隐时现 甚是壮观 游令秦始皇心持神亡 这种奇观用现代的科学解释 那就是海市蜃楼 但在科学落后的古代 很多人会相信这是仙境 方氏卫迎和秦始皇期望长生的心理 真将其说成传说中的海上仙境 徐福成绩给秦始皇上书 说海中有 蓬莱 方丈 宁州三座仙山 有仙人居住 可以得到长生仙药 秦始皇听后 十分高兴 随后根据徐福的要求 派童男和童女数千人随他出海求取仙药 同时 他本人也在此流连忘返 等候徐福佳音 然而 等来的只是徐福空手而归 徐福自称见到海神 海神以礼物太薄 拒绝给予仙药 对此 秦始皇深信不疑 增派童男童女三千人 以及工匠 祭师 古物种子 令徐福再度出海 秦始皇则不肯离开 一直等候了三个月 可是仍不见徐福消息 才怅然而回 其后几年中 秦始皇又派阉人卢生等入海寻求仙药 当然也是一无所获 到了公元前210年 也就是秦始皇37年 秦始皇第五次出巡 再次来到狼牙 当年 徐福入海寻找仙药 已经九年过去 一直未来归报 他当即派人传召徐福 徐福连年航海 耗费很大 担心遭到重浅 所以 奏告秦始皇 蓬莱仙山确实有仙药 出海时常遇大骄鱼阻拦 所以不能到达 请派弓箭手一周前往 见到大骄鱼 用连弩射杀 秦始皇当即下令入海时带足渔具 同时准备了大量连弩手 海船由狼牙启程 航行数十里 经过戎城山 在前行道之符时 果然见到大骄鱼 当即连弩骑射 大骄鱼重剑而死 沉入海底 秦始皇随即认为仙药之路已经畅通无阻 故再次命令徐福入海寻求仙药 可是这次 徐福一去不回 秦始皇再也等不到徐福的音讯了 就在当年 秦始皇病死于沙丘 也就是金河北市路东南 史书记载了徐福寻找仙药的开始和经过 唯独缺少了徐福最终的下落和结局 徐福东渡失联后到底去了哪里呢 世人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是台湾岛或琉球群岛 也有人说是美洲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 最后登陆了日本 最初提出徐福东渡日本的是 五代后洲时期 齐州开元寺的义楚法师 义楚法师是五代后洲禅荣皇帝的帝师 他曾说 日本国一名窝国 在东海中 其实 徐福将五百同男 五百同女子此国 金人物易如长安 又东北千余里 有山名富氏 一名蓬莱 徐福至此 魏彭来 至今子孙揭约琴事 一楚法师还透露这一说法 来自日本和尚洪顺大师 宋代文学家兼史学家欧阳修 也认为徐福东渡到了日本 到了明初 日本和尚空海到南京 向明太祖朱元璋献师 提到了熊野风前徐福词 最后在清末 驻日宫使黎树昌 黄球县等人都参观了日本的徐福墓 并进行了诗文提计 本世纪以来 中日学者对徐福福海东渡之事 进行了大量研究 历史学家马飞摆在秦极史中认为 徐福东渡日本 有明确的目的 其一出不在求仙 而时欲用史黄求仙之私心 而借其力以自殖民于海外 而历史学家徐松石 在日本民族的渊源中说 战国先秦时期 中国东南沿海民众大量往日本移民 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是其中一对 徐福入海东行 必定真有其事 香港历史学家魏挺生 所著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 其中认为徐福就是日本菊花王朝的首位天皇 神武天皇 众田玄 同时还认为他是专虚之后 徐居王二十九世孙 台湾学者彭双松 所著的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 进一步充实了魏挺生的观点 徐福东渡这次宏大的壮举 很有可能就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 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海外移民策略 他多次出海 行程往复万里之多 开辟了通往韩国和日本的航道 可能由于途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导致检员 主力传千辛万苦才到达了蓬莱 也就是金日本熊野谱 在今天的日本熊野谱 仍然存在着徐福之墓 这次远行开创了中国对外科技和文化输出交流的先河 徐福带去的童男童女和工匠们 也为当时的日本带去了众多的工艺 极大的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极大的提高了当时的文明 使他们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期 所有的这一切 徐福功不可没 直到今天 日本人民依旧把徐福作为耕种之神和医药之神来尊奉 同时 徐福的船队所到之处是以和平友好的心态交往 种下了友谊的种子 客观上说 徐福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首个 到达韩国和日本的友好和平使者 至今日韩两国还有很多人自称为徐福后人 而且日本至今还保存着不少徐福活动的遗迹 如何戈山县徐福和他的船员七人墓 以及徐福宫 九州岛左鹤县的徐福上陆地纪念碑 徐福的石家 徐福祠 另外还有奉刺徐福的金利神社等等 当然 除了主流的东渡日本说 有些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有学者认为徐福东渡日本只是传说 找不到可靠的历史文献来证明 更有学者认为 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 是日本十世纪左右的产物 并非最先由中国人提出来的 徐福当时抵达的只是渤海湾里的岛屿 它在日本的世纪和遗迹 以及墓地均属后人虚设 最后 还有学者认为 徐福东渡是历史事实 但不是去了日本而是去的美洲 因为徐福东渡的时间 与美洲玛雅文明的兴起相吻合 至今 众多历史学家和学者们 还在为徐福到底去了哪里 这个千古之谜 争论不断 大海茫茫 浩瀚无边 你觉得徐福东渡去了哪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